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85年我们发明了Gale 在1999年我们收购了AMD公司的Ventus部门 今天我们拥有超低功耗和低成本的ISP Mark 4000 CE 在过去的10年里 Lattice销售了超过10亿片的器件 仅在2008年就销售了8000万片 许多设计者选择了Lattice器件 因为我们的产品满足了客户的需要 例如手提消费类的应用 向全球定位系统需要超低功耗和微型封装 ISP Mark 4000 CE有4毫米乘4毫米面积的 64球超芯片级BGA封装 所有这些消费产品都需要有非常小的电路板面积 超低功耗和超低成本 ISP Mark 4000 CE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 且只有10微安的静态电流 批量生产的成本每片低于1美元 ISP Mark 4000 CE解决了很多设计问题 例如像摄像机这样的消费产品 通常要用引脚数少的微控制器 ISP Mark 4000 CE可以提供通用IO扩展 同时也能处理电压转换 即作为LCD和微控制器之间的接口 ISP Mark 4000 CE的IO是5V兼容的 对于其他像PDA这样的设备 ISP Mark 4000 CE可以监控键盘 串行端口或存储器卡的插入 以及减少处理器的中断 它甚至可以通过控制其他系统元件的开 关或待机状态 节省更多的系统功耗 Lattice的ISP Mark 4000 CE PICO开发套件 配有一个很小的电路板 CPLD工作时能给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 PICO电路板包括ISP Mark 4256 CE器件 四个DIP开关 一个液晶显示器和用于精确电流测量的 Lattice Power 686 在功耗演示中 Power 686测量ISP Mark 4256 CE的核电流和Io电流 并通过I2C将值传送到CPLD 然后再转换成七段印码来显示信息 这个低功耗演示是工厂预先配置的 用DIP开关来控制对什么进行测试 我们通过设置DIP开关来测量ISP Mark 4256 CE在5MHz的核电流 显示屏显示电流为800威安 我们可以改变DIP开关设置 包括一个技术器链使工作频率下降至1Hz 新的核电流会降低至704个威安 为了测量静态电流 我们来重新设置DIP开关来停止所有的功能 在电路板上测量R35电阻两端的电压 仪表显示0.5毫伏 转换为10威安 对于像Kindle电子图书阅读器这样的消费产品 超低功耗是非常重要的 ISP Mark 4000 CE可以工作在低至1.6V的核电压 能够降低更多的静态功耗 PowerGuard容许设计人员在不需要时停用引脚输入 以降低动态功耗 ISP Mark 4000 CE在手持应用方面也很广泛 由于它能提供通用的IO扩展 出于对成本和空间的考虑 这些器件用引脚数少的微处理器是很常见的 但是需要额外的引脚与像显示器这样的器件进行通信 微控制器用i2C over USB连接到ISP Mark 4000 CE ISP Mark 4000 CE有多达112个用户IO 分为两个Banks以支持不同的电瓶 为了能够很容易地与处理器通信 ISP Mark 4000 CE有一个i2C重器件IP 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的PicoView演示软件 模拟处理器的i2C主器件 在这里Pico电路板演示了这个强大的应用 为了有最大的灵活性 Lattice的Power 686也拥有i2C重器件 以便可以用软件进行控制 对ISP Mark 4000 CE配置新的设计文件后 显示器开始默认的计数器功能 PicoView使我们能够通过i2C IO扩展 与ISP Mark 4256 CE和Power 686进行通信 在左侧我们读取写入ISP Mark 4256 CE CPLD的寄存器 在右侧我们可以选择Power 686测量的对象 我们现在点击计数器寄存器的读按钮 Pico电路板的显示值出现了 通过改变计数器的值到777 我们现在可以向Pico电路板发出指令 现在计数器就从这个初始值开始计数 我们看到新的初始值已被发送到Pico电路板上 并继续计数 针对样机设计 Pico电路板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我们还有12个ISP Mark 4000 CE参考设计 以加快设计过程 这些包括i2C总线主器件和重器件 PCI Target 麦宽调制 SD-RAM控制器 SPI总器件控制器和UR 这些参考设计都是免费的 针对ISP Mark 4000 CE系列的设计工具 也可以从Lattice网站上免费获取 ISP Mark 4000 CE是超低功耗、低成本的CPLD系列 其超小型封装对诸如手机、全球定位系统、PDA、个人印象设备、数码相机、录像机、机顶盒、玩具和其他各方面的应用是一种完美的选择 请访问Lattice网站以便了解更多的信息